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文档的特殊更新 前几期咱们讲的是文档的更新 那是一般更新 今天变了 讲特殊更新 咱看怎么特殊 我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有两个 一是什么 大家请看 Upsed 学了这单词吗 反正我没学过 这也别人没学过 这不学了吗 什么意思 update和insert的 两个单词合一块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咱们有这行记录 则更新 没有这个记录 就追加 好理解 以前咱们在做其他税库的时候 这个处理怎么办 都要先做一个slide的判断 slide一看 没有记录 那咱就insert一句 slide一看 有记录 就update一句 非常麻烦 在MongoDB里面非常简单 upset的通通搞定 他还新发明了一个单词 这就学会了 upset是update和insert的 sert的合体 叫upset 接下来 这就简单了 remove 删出数据 然后后面 这跟fine的一样 后面给个条件 然后棒 把数据删掉 这没什么太多的可说的 好 咱们今天看一下实战演习 稍等 我把这个屏幕放大一些 好 咱们看 例行公式 进入数据库 然后呢 选出所有的数据 看一下 然后呢 我更新 跟谁 大家注意看 我更新标题为 其实创造比大致好玩 更新大致 信长野望 这个数据 但注意 我的数据库里面 没这个数据 可视 但是我update 威尔文写的 可视他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先不管 先看 我更新 其实创造比大致好玩 这个数据 然后呢 数据是什么 大家看 我没有加set 我直接给了一个 Jason文档 好玩 怎么好玩 排名多少 tag 这个能不能更新 能不能更新成功 一会咱们试一下 如果说没更新成功 那怎么办 同样的语句 我后面就跟了一个 大家注意看 第三个才说 absurde true 这什么意思 有则更新 没有则追加 一会看看效果 应该是可以插进去 因为没有嘛 可以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咱们再执行一遍 这个命令 但是呢 我把这个排名 由5变成7 咱们看看 它能不能成功的更新 如果是有 则追加 如果是有则更新 没有则追加 咱现在是有的状态 对吧 那直接把5变成7 应该是能更新成功 然后呢 咱们看完之后 确实能更新的话 咱们再把这条记录 remove删除掉 稍等 删除之前 应该是 再看一下它 对吧 好 这是咱们的计划 咱们马上实施一下 我现在还是例行公式 先清下屏 然后呢 切换到咱们 口妈 blog 再接下来 看一下当前数据库的数据 应该是 123567 7条 没问题 对吧 而且呢 不显示ID字段 好 接下来 咱来正格的了 更新大致 这个文档 看能不能更新 它现在并不存在 对不对 试一下 口碑 粘贴 够 大家请看 影响记录匹配 UPSER 大家请看 UPSER的 都是零 既没有更新 也没有修改 也没有匹配 那么是不是 咱们再看一下 就说一句 怎么样 还是那七条 没动 那么接下来 就重要了 我同样的语句 我增加一个 UPSER的等于 TRAW 试一下 看能不能真的 INSTER的进去 Go 大家注意看 UPSER的 等于1 什么意思 执行了UPSER 这个选项 如果有 则更新 没有则追加 看看是不是 大家看 追加了最后这个文档 其实大致 这个创造笔 大致好玩 排名5 Tag属于Game 怎么样 它没有了 就给咱 Insert的一条数据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再执行一遍 把排名 由5变成7 看看能不能变 试一下 Go 大家注意看 我刚才是UPSER的 发生作用 它等于1 现在怎么办 有数据 对吧 有数据 走这个匹配件数 一件 更新件数 也是一件 换句话说 刚才的这个5 变成了咱们 现在新的7 看看是不是 哎 怎么样 5变7了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 咱把它再删除掉 点REMORE 然后呢 书上TITLE名 看看能不能删掉 试一下 Go 哎 我都不用这个 翻的就能看到 删除几条 影响记录 一条吗 肯定删掉了 对不对 再看一下 没问题吧 哎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讲的 特殊的更新 确实特殊 UPSER的 这是一个新概念 在咱们其他的数据库里面 是没有的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概念 推荐给您 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记住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优酷呢 供您下载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